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韬光钱包买玩具的韬光玩具箱 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国产的生意神话的分享 就是大家视频里面看到的 来自GT模型的最终百鸟冰河 首先需要说的是这一款应该是一个再版 而且这一款呢在再版的时候 颜色也发生了改变 基于颜色改变呢 我会贴一些图片出来 大家对比了解一下 OK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盒 这一期呢也算是现在国产生意神话 最后的良心了吧 一直呢都是坚持啊 至少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包装带给玩家 这款呢没有分AB盒 只有这样的一个盒子啊 上面有些星座的名称 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统一包装的 毕竟分两盒呢 有时候呢放起来也麻烦 外盒呢没有特别多可以看的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盒子 我们还是打开以后啊 看一下吸塑包的一个情况 掏出里面的吸塑包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呢身上的圣衣零件啊 都是在吸塑包里面 另外盒子里面呢 还有纸片折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区域啊 包括素体面雕 头发手型在内的其他配件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纸盒里啊 简单看了一下内容物的组成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的所有配件拿出来 我们先检查一下素体 OK 简单的将素体组装起来呢 我们来一起检查一下这款素体啊 GT的EX小强系列呢 素体的造型啊也是参考了万代啊 不过相当于万代来说这素体的胸腰之间啊 是可以插拔的 我印象里万代的是不可以的 如果我记错了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 这款冰盒呢是采取了可动的并发设计啊 并发上那个孔呢相对于头部连接器呢还是小了一点啊 所以安起来比较的紧免贯的这一对啊还好一点 另外呢还有一对戴面罩的可动并发呢就更紧了啊 这点呢大家可以通过稍微的扩孔啊去解决一下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头部的一个可动啊 服饰 这样的角度啊还不错 仰视呢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头部呢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因为之前的安全帽冰盒啊我也有买过 然后我发现这款跟那款有类似的问题啊 就是脖子这个地方呢怎么调整呢 都好像是有一点点歪的啊 调整半天呢还是有点歪 如果脖子正呢头部呢又有点歪 如果头部正呢脖子就会有点歪啊 然后再往下呢我们看一下平举 平举呢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然后手臂向上抬 也没有什么问题 肘关节呢也比较的紧实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晃一晃看一下它的紧实程度 大家看到了吗还是相当的紧啊 基本上纹刺不动啊 腰部呢是可以做这样的幅度的转动的啊 腿部的横叉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我晃一晃大家可以看 宽关节非常的紧啊 在省化素质里面啊这样的素质就是相当好的 然后前踢 前踢呢宽关节也是很不错啊 但同时呢它暴露了 左腿的膝关节啊有一点点松 这个右腿呢就会好很多啊 然后正好呢我们也检查一下它的膝关节 果然啊还是左腿比较松 放到后面呢 来到后侧 也一样啊左腿的膝关节松 最后看一下铁脚的部分左右的 这个关节移动幅度不算特别的大大家看 但是呢还算比较紧 右脚也差不多 幅度有限啊 然后这个前后呢可以做一些有限的运动 还是挺紧的 前脚掌 非常的紧 可以抬到这样的高度啊 还是挺好的 经过了检测啊 我们可以看到 总的来说这款冰盒的素质质量呢 还是不错的 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它左腿的膝关节相对来说比较松一点 至于它是否会对最后组装成的这个人物啊 造成影响呢 我们一会儿再看 OK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它组装一下吧 小强呢没有大腿甲 我们先从膝盖甲开始装起 首先是左侧的 然后是右侧 以前没有玩生意神话之前啊 青铜生动式的这几个不同的生意形态啊 我真的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玩了以后啊才发现原来它的每一套的 剩一啊 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 我觉得白鸟啊还算是 差距比较小的 但仔细看啊还是有 比较明显的差距的 把这个铁脚卡紧一点 这个也是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裙甲 裙甲前方啊是采取这种 两扣式的设计啊 直接把这个腰带扣插进去就可以了 两侧的这个塑料分件呢 可以抬起来 后边的这个呢是金属的 也可以做有线范围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装一下它的小臂甲 同样啊也是没有大臂甲 找一个握拳手 先把这个口封住 然后是右侧的手臂 右手的握拳手 这手型安装在桌体上啊 还是非常的轻松的 而且呢属于刚刚好啊 不松不紧 然后呢我们装一下胸甲 胸甲呢是处于前开口的这样的设计 这一侧打开一些 OK 然后把前胸甲安装上去 前胸甲呢也是白鸟的这种标配啊 一共有两个 一个呢是较宽的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另一个呢是稍微窄一点的 为了配合曙光女神的宽束 背扣呢同样也是两种形式啊 因为最终的白鸟啊 它是有翅膀造型的 所以就和天马一样啊 它也有一个带翅膀的背扣 但是我们现在呢先给它安装这个通常形态的这个背扣 这个普通的 还算是挺好安装的啊 然后身上的零件呢 我们就剩下肩甲 肩甲呢是采取这种嵌入式的设计啊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设计的 因为可动性会更好一点啊 而且关节不容易坏 另一侧呢也是一样啊 很轻松的就可以安装到位了 基本上呢就装好了啊 最后呢我们还是给它这个免贯的造型的替换成 戴面罩的一个形态啊 OK换好了病发 我们再把前面的前发跟头罩安上去 头发前后发的这个贴合度啊 确实是做的不够好啊 我们只能说是尽力的给它安好了 基本上呢我用尽力气啊 也还是会留下大概这么大的缝隙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可能还是要修一下 才能更好的贴合 OKGT的最终白鸟呢 我也给大家组好了啊 我们简单的还是总结一下 这一次的组装过程 整体的组装过程呢 还是比较的顺利的 除了左膝盖甲有些松 包括前后发的这个密合程度上呢 有一点点小问题以外呢 剩下呢还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的 从组装度上来说呢 可以算是一款还比较合格的作品 看过了组装过程呢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看一下面雕 手型以及翅膀啊 这些最后的配件的情况 面雕呢这次一共有六幅面雕啊 数量非常的多 其中呢脸上打绷带的面雕呢有三个 而没有缠绷带呢也有三个 分别呢都是平静脸 闭眼脸和呐喊脸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缠绷带的平静脸 这幅面雕呢也是做的相当不错啊 五官呢非常的清秀 非常的安详 我个人呢还是挺喜欢这张面雕的 第二幅是闭眼的 我觉得这一幅面雕呢也非常的帅气啊 你别看是闭着眼睛 但是这个五官的比例啊相当的舒服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张面雕 第三张呐喊脸呢跟前两张差不多啊 都是比例相当的舒服啊 嘴部细节呢也都有刻画 牙齿呢舌头啊都是显得非常有层次 现在冰盒啊相当的大气 眼睛没有受伤的头雕呢我们采用免贯的造型啊 相对于绑绷带啊这一组的脸型呢会稍微平淡了一点啊 尽管呢五官的刻画比较细致 还看起来比较帅气啊 不过呢没有了绷带啊 可能这个后期的冰盒啊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 闭眼面雕呢个人感觉啊更女性化了一些 你要说这是艾斯美拉达啊我觉得也可以说得过去啊 总之呢还算是比较的秀气吧 最后这张呐喊脸呢我觉得好像是三副面雕里面呢 相对来说最不像冰盒的一张 可能跟这个免贯的头发配在一起呢也确实是稍微怪异了一点 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的朋友啊肯定还是选择戴面罩的那个前发 OK以上就是六副面雕的一个展示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手型 手型呢除了我们在本体上看到的握拳手以外呢 还有可以算是两对半的手型啊 第一排呢是有握面罩的手型以及五毛挡啊 另外呢在第二排呢我可以看到 还有它的这个绝招曙光女神的宽束 这也算是冰河系人物的这个专属的手型了 我们正好来看一下手型的细节啊 总的来说我觉得作为一款国产啊 这个手型涂装呢还算是可以 仔细看呢确实在这个手指的模具刻画上呢 还是多少肉了一点啊 五毛挡的这个手型呢则稍好一点啊 大家看指头上的一些细节包括指甲啊 这个手掌的一些纹路啊都是有刻画出来 相比五毛挡啊抓在手呢就又更差了一点 指尖呢还是有一些毛边的 OK手型基本上就这样啊 我们最后呢再看一下它的翅膀 翅膀这部分呢涂装的颜色啊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在银色中间呢透露了一种淡淡的蓝色啊 我个人感觉还是相当漂亮的 这个颜色呢也是这一次改色啊 采取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配色方案 首先呢翅膀是可以这样的前后移动的 另外呢上下呢它也是有移动范围的 最高能抬到这样的高度 下边呢可以收到相当低的一个角度 这个翅膀的紧实程度呢还是挺好的 整个这个翅膀呢除了中心的这个背扣的地方是金属的 剩下的部分呢都是塑料的 然后这么看呢可能有点孤立啊 接下来呢我也给它按到冰盒的身上啊 我们也再看一下它的造型 翅膀呢还是非常容易的就能扣到本体的身上 然后呢摆出造型呢也相当多帅气啊 我个人感觉啊安好翅膀以后啊 整个这个逼格啊提升了不少 对于这款冰盒呢我再补充一点吧 就是这个头部的关节连接器啊稍显的松了一点 说到整体的这个造型呢 塑料件跟金属件的色差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比如说翅膀啊包括这个侧裙甲啊都是塑料的 这些部分的颜色呢就会深一点 而其他的金属配件呢蓝色就会更淡了一点啊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配色怎么样啊 我在这里呢把之前配色的版本呢贴出来 大家可以对比的看一下 看看更喜欢哪一个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这款冰盒的 虽然我本来也没有太多的期待啊 但是呢整个组装起来呢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算是一款性价比还不错的国产生意神话 OK到这里呢 本期套光玩具箱的分享呢也就接近尾声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您喜欢生意神话的分享和资讯啊 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套光玩具箱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